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笔记本 这些都是50块钱收来的 大家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看大家认识不认识这些笔记本 有的真的是太老了 反正我回来翻了一遍 也不知道这50块钱值不值 大家也来帮我看一下 我这50块钱收的这些东西值不值 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小的 这个最小的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上网本 然后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翻开看一下 这是一个 这还是一个W7的系统 这是它的处理器 这是那个零动处理器吧 好像是啊 然后这个是它的配置 10寸N27EJ160JB硬盘 应该是红机的上网本 但是呢 目前我插电呢 这个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我们先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 这个呢 不是这次50块钱收打 这个是白简的一个 然后这个是NEC打开 键盘都是日语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具体的型号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都没有查到笔记本 它很多的资料啊 一个处理器 并且是当时预装的是 Vista的一个系统 那可见这个笔记本 也是很老了 这个笔记本是可以开机的啊 这个笔记本 它的电源 然后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一个DC10V的 10V的 这个10V的 现在我都没有见过 这样的电源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 这个是12V的啊 然后比它稍微高一点 然后呢 给它找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接口 这接口也是无意中找到的 然后呢 我就拿回来跟它 看一下能不能用 哎呦 没想到就算插上来 还是能用的 然后呢 我给它充了一些点 确实还可以开机 只不过呢 配置太低了 一个G的内存 不过呢 这个笔记本 它的这个屏幕还是挺好的 我想一想看 这个屏幕如何去利用一下 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在这个上面去 整一个软路由的系统 然后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配置 作为软路由 是否可以带的起来 300兆500兆 这样的一个带宽 然后就来到这个 这是索尼的笔记本 但是我这个索尼的笔记本 我看到最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当我打开以后 我看到上面有一个爱妻 看到了吗 这笔记本好脏呀 上面肯定之前也贴了很多的贴纸 我回来也没有认真的去给它擦 只是扔到那了 它是一个爱妻的 这个就让我觉得 哎呀 这个爱妻的笔记本 它到底是几代的呢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键扒日语的 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怎么样呢 然后我就翻了一下 它的这些接口 这些接口 好多接口我都不认识 大家看 这是个啥接口 就是很早以前的 一个电话线的接口 好像是 可想而知 这个时间有多久了啊 然后翻回来看一下 也不知道这个接口是个啥 电源的接口是一个这样子的啊 好像是很早以前 惠普是这样的一个接口 我没有啊 但是后来想一想 专门买一个这样的接口 也很麻烦 然后只是想试一下 看这个笔记本能不能用 我就想到了一个很笨的一个办法 就是利用这个线 然后给它 礼别接上 外面接上 好大家看到了吗 好竟然是可以充上电的 我开机了一下 也是可以开开机的 并且这个笔记本上面 大家可以看 它上面还有特别小的一个LED屏幕 大家听到了吗 好像这个是硬盘滋滋的声音 这个硬盘可能不行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超级大的电脑 大家可以看这个 这个是索尼的 而这个是那个超级大的电脑 我去 这电脑太大了 并且好沉啊 这一个电脑可以比他们这三四个电脑都要沉啊 感觉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上面是方正电脑 方正E和T5810C 有效期至2007年 十几年了 现在我们去开一下机吧 插电 开机 哦 可以开机啊 我看到这个表好老呀 128MF1 但是这个屏幕好大呀 这个屏幕也完全是好的呀 这也是XP系统 我的想法呢 就是从这些笔记本当中呢 找一个屏幕素质稍微好一点的 并且呢 找一个驱动板 看能不能把它的屏幕卸下来之后呢 做成一个移动的显示器来使用 随后呢 再看一下这些废旧的笔记本 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费了好大大劲 终于把这屏幕给拆下来了 现在呢 我们拿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屏幕啊 上面有点脏呀 这屏幕是12寸的 然后呢 这12寸的屏幕是从这个 是从这个索尼的机子上面拆下来的 也就是这个i7的器子 这个i7其实有一点鸡肋啊 只是i7硬盘呀 内存呀啥也没法用 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拆下来了 然后还有这个老大哥呀 这个笔记本老沉了 但是这个屏幕呢 嗯 我看了一下这个屏幕 这屏幕是14寸的 然后也准备把它给拆下来备用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拆一下 看这些电脑 哪些硬件还可以用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它的硬盘还可不可以用 这种接口的 我发现这个接口也不是这种ide的 这是啥接口呢 20G的一个大小 我觉得这硬盘没法用了 还是放进去吧 然后我已经把这卸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哇好脏呀 好 笔记本处理器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最终的拆下来三块屏幕也拆了三个电脑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12寸的一个屏幕 只不过呢 屏幕上面 你看这些脏东西啊 我擦了很多遍都没有办法擦掉 但是呢 应该也不影响使用 只不过屏幕有点脏而已 这是一个LCD的屏幕 12寸的 然后呢 这个跟卖家这个淘宝的那个卖驱动版的卖家 问了一下这个型号是可以驱动的 然后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驱动版 那现在还没到 这个呢 是一个14寸的一个LCD的屏幕 大家可以看它的背后啊 这个呢 跟卖家问了一下的这个型号 确实也是可以进行驱动的 只不过这个14寸的有一点重 这个屏幕真的是太重了 我们作为一个移动的屏幕的话 这个就有一点不太方便了啊 然后还有就是 我拆了一个NEC的一个笔记本啊 NEC的电脑 它的型号呢 是这个 所以呢 当我拆下来这个屏幕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屏幕的质量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超级超级薄 然后这个是一个LED的屏幕 但是呢 我问了一下卖家这个屏幕能不能用驱动版 我找了好几家的卖家 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屏幕的排线 在这边 他们那边是没有的 如果这个能够当一个移动的 显示器的话 非常非常棒 超级超级薄 然后呢 我也再问一下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驱动版能用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用这个的 但是目前呢 买的是这个 LCD的这个屏幕 12寸的 这个屏幕也是还可以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 相对的能用就行了 2 5 5 9 6 6 8 6 7 6 8 8 7 6 8